我真的超无言的 我好不容易到了酒店 然后我的订单被取消 他们说刚打给我没击 我刚来菲律都没怎么接 然后我刚打那客服 我多花了台币三百多块 我真的超级严重还行 你为什么要把我已经付完钱了 房间然后取消 然后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夸张的情况 它有可能是那样扣台的原因 因为我们跟那个网站也没有合作 它可能是私自就是跟我们打开的 就是我们booking这边 booking.com这边 然后向你保证就是 就是您这一笔订单只付一次 就是付给饭店的这一笔 然后我们平台这边包括 就我们我们不会扣您任何费用 那您这间能就是它 还有这个房间 你呃 它是原价让您订阅吗 原价应该是1200人民币 好 1200多 嗯嗯 1250 好 我这平台定是1250 1250 1250 那我真的第一次遇到饭店 擅自取消人家已经订的房间 这本身就不合理的事情 然后你现在 你现在叫我前台订 然后还想要多收我这钱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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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在附近找饭店就好 而且太夸张了 这里 一直遇到我们家的饭店 一位正妹网红Nissi 陈尼斯分享了自己去中国旅游的经验 他原先在订房网站上预定了房间 但因为没有接到饭店的电话 饭店方就擅自将他的订单取消 还说没有和订房网站合作 并且提出若重新订房间要付更高价的费用 让他十分傻眼当场离开另寻其他住宿 幸好离开没多久便成功找到更好的饭店 让他表示应获得福 我真的超无言的 我好不容易到了酒店 然后我的订单被取消 他们说刚打给我没接 我刚才费地都没怎么接 然后我刚刚打的客服 我多花了台币三百多块 我真的超级严重还小 这边先离一半回国 那边钱肯定会退点点 但是我们没有boken的后台 我这边在订阅 我这边取消费 外面就是写说就是要费付了钱付款 你为什么要把我已经付完钱的房间 然后取消 然后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夸张的情况 是因为我们这边显示过来 是那边这边显示是未支付的应该 就是没有付款 那我实际上我就已经付款了 有的人飞机就是晚上的 你怎么会这样啊 它有可能是那边后台的原因 因为我们跟那个网站也没有合作 它可能是私自就是跟我们打开的 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的合作的话 就不用跟学生这边有合作 第三方的平台出单都没有 那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 请问你现在要怎么把它处理好 而且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来到这边我早上就是要拍照 我问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booking 你们那个booking的后台 你们那边先做做费款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booking这边booking.com这边 然后向您保证就是您这一笔订单只付一次 就是付给饭店的这一笔 然后我们平台这边包括就我们 我们不会扣您任何费用 嗯嗯 扣的话也就是也会管对对对 这个您放心的 好好好 然后你确认有录音 有录音点 对对对 谢谢 没有没有应该做 好谢谢你 只有没有应该做的 嗯 那女士 那您这边能就是它 还有这个房间 您 它是原价让您并认识吗 原价应该是1200人民币 好 我等一下 1200多 嗯嗯 1250多 好 他说就是 你这边收不到的话 他没关系 我这边直接先付 你们上次取消我订单 然后你现在要多收我钱 这些国际电话的费用 你们这间饭店 真的很想给差评 我们当时看到这边确实是那个 那個是當時是那個就是衛生分 但我真的第一次遇到飯店擅自取消人家已經訂的房間 這本身就不合理的事情 然後你現在叫我前台訂 然後還想要多收我這錢 沒關係沒關係 我直接在附近找飯店就好 之前太誇張了這裡 第一次遇到那麼瞎的飯店 剛剛說沒有跟booking合作 然後說是booking擅自的 但其實實際上明明就有收到訂單 不然他們怎麼打電話給booking的 他們打電話給booking問我多久到 然後說我沒接電話 他就直接把我的訂單取消 然後等到我到這裡的時候 他就說那要用前台訂 而且重點是他還說 你就先取消booking的 然後用我們這邊前台付就好 然後害我又再打電話給booking 然後booking又再多收了那些國際電話費 然後剛剛他想跟我多收70塊人民幣 我覺得那是一個感覺的問題 覺得他這間飯店很悲然 就已經付款的房間然後三次取消 超級瞎真的瞎到不行 我現在已經是12點多了 我現在臨時找到一間乾乾淨淨的飯店 然後這間飯店也蠻不錯的 就是本來是八千多塊台幣 然後剛剛應該頒他們的會員 所以只要六千九 所以我覺得就是因禍得福 重點是這間我是在booking看到的話是九千多 所以還是因禍得福